字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字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字在人生大學堂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亦歡迎大家收聽這個節目 你們好 我是啤梨 除了我之外 還有浸會大學 中文系一級講師 蕭博士 你好 各位聽眾 觀眾 大家好 我們在電台上 每星期都會和大家去到見面 至於在網上 雖然都是每星期 但你們可以隨時按回來看 你每天看 我們都不介意的 主題就是環球美食探秘 因為蕭博士在先前的 集數都有講過 你是一個飲食研究愛好者 真的很喜愛 吃呀煮呀都喜歡 都喜歡呀 看都喜歡 看都喜歡 很有趣的 我最近在網上看一些大家去旅行的影片 或者大家到處吃東西的影片 開心開心 我跟太太說 這個人 這個肥妹仔 很喜歡看他 我便問他為何你喜歡看他 他覺得吃什麼都很好吃 人見到人吃東西好吃 我會感覺到我也很開心 是的 沒錯 有時候有些人 工作關係可能不斷吃東西 但我感覺到 他不是由內到外 他只是假裝出來 有時候做藝人很瘦 平常都不敢去點頭吃東西 沒錯沒錯 所以蕭博士 你一定是我們看得出來 不是說你的身形 身形是一部分 我們只是看到眼神 大家戴著口罩 看到你的眼神 你對食物的喜愛 是的 會放光 放光 但今集我們說法國 法國你放不放光 法國很放光 又要提醒自己做廚師的事 我做廚師的時候 都是法國菜的 簡直是這些飯 當然是 在香港模式的法國菜 但是 待會可以再分享多些 他真的有法國的食材 在法國坐飛機過來的 你做法國餐廚師 做了多久 其實全職做了一年 一年左右 然後 兼職做了六七年 那也很久 也算很久 後來因為去讀書 所以就 飲食文化研究 厲害 所以為什麼叫做燒博士 不要這樣說 這些真是表表者 做完廚房 再回去讀書 又做博士 但是很想念廚房 這些就是你的喜好 喜好 我想再跳出去 回應給你 那個問題就是 你喜好和喜愛的東西 很喜歡20小時都對著它 真的 我想問法國菜 香港和法國那邊 可能都有些分別 例如呢 一來就是 攀條廚師不同 這也是有分別的 即使有些朋友說 不是 我們都 學廚 或者我們現在很方便 看片 多住幾次都可以 但是 有時候是 攀條手藝不一樣 因為它那邊的 攀條的技術系統 跟我們 譬如廣式 中式的不一樣 我們要學習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去浸淫 可不可以詳細分享一下 一些關於烹調的手法 或者它們一些傳統 即是 告訴我們 可能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吃就知道 他們有些不同的方法 譬如我們會看到 它用鵝肝醬 或者肉醬 它們真的會 整熟了之後 拿一個 類似我們做啫喱 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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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鵝肝醬 是用鵝肝 變成這個醬 還是用鵝肝醬 再混合 變成另外一個獨特的醬 有兩種 一種是純鵝肝醬 现在的朋友在某些超市都会买到 那些比较多是罐头的 另外有一些是人手制,当然手工也比较贵 好像我们平时做一大长条形一盘啫喱 这个是纯的,鹅肝酱就贵了 鹅肝的比例越低,价钱就越低 因为它可以扣鸭肝,或者扣粉等等 去到制成,另外啤梨的人会问到它会不会有制成 另一种菜式是会的,譬如肉酱 肉酱用不同的肉,打成肉酱之后 它就真的会放不同的材料,香料等等 去造成不同风味的肉酱 我想问那些鵝肝酱和鸭肝 有些用鸭肝炸一点 其实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最大的分别一来就是 我们说鵝和鸭的动物类型不同 肝的内藏就一样是那个部位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港式吃的烧鵝和鸭肝 对,烧鵝和鸭肝 现在起码都会问 我们不是烧鵝,我们是烧鸭 以前不会的 以前不会,被你捱好 就斩给你 对,烧鵝也是斩那个鸭肝 烧鸭也是斩那个鸭肝 我从小到大都认为只有烧鵝 烧鸭,我以为那个人是纯粹不知什么乡下说 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有分别 但价钱不同 现在真的有不同 所以价钱跟鸭肝都不一样 而且吃下去,因为那个鸭肝 一来,鸭肝发觉是有很标志性的鸭肝方法 当然人不人道,大家可以自己心里有数 可不可以听一下它是怎样的 因为它那个肝 因为它要令肝很肥很大 和很有油脂 所以其实跟人一样 所以我不想用这个例子 其实跟人的情况都一样 譬如我们人有时候 去到某些年纪 现在年轻化就会脂肪肝 其实鸭肝好吃的地方就是脂肪肝 哎呀,我们吃了它的脂肪肝 脂肪肝不是我 就变成了我的脂肪肝 所以有些东西是浅上可以的 多吃都真的无益 但是鸭肝如果说法国菜 真的是走不掉的一种食材 对,没错 所以在我们无论是香港或外国的 有些法国菜的餐厅 甚至是香港的一些 所谓的 廣泛一点的洗衣式餐厅 有时都会有鸭肝 鸭肝出现的 但是鸭肝也有分等级的 有些就好些 有些就一般些 再一般些就会煎鸭肝 也有的 哦,煎鸭肝 而且刚才你提到煎 你提到有酱 也提到煎 因为在法国菜里面 都不仅是一种的处理 是不是这些鸭肝鸭肝 鸭肝鸭肝不是的 一种就是冻食 可以擦面包 是的,可以擦面包 其实挺好吃的 有机会朋友可以来试一下 冻食用来擦面包 或者用来烤多士都可以的 甚至有些朋友 他说我 不擦东西的 我吃完美的 都可以的 鸭肝也可以的 另一种 都是相对比较 多人选择就是煎 当然煎的时候 要煎到外面是 焦香 鸭肝是两样 内里就是刚熟 软嫩的 真的要煎 我已经感受到美味 要煎的 也是有些技巧 而且 好准是在外面掀的 表面的 面团 Voice 焦香脆的 裡面又没有东西 是的,淋 也吃那种油脂 很純粹的油脂和回甘的味道 在你的法國菜飲食經歷當中 你又記得些什麼呢? 我記得 我想很多人的感覺都在說 你以為吃法國菜嗎?吃幾個鐘 吃幾個鐘 經常都說吃幾個鐘 我就覺得今時今日不止法國菜吃幾個鐘 很多東西都吃幾個鐘 可以吃幾個鐘 媽媽姐 媽媽姐 然後有很多西餐 她真的會慢慢來 沒錯 但是法國菜 剛才你說的鵝肝 我記得了 魚子醬 那些前菜 都可以是主菜 可以是主菜 還是看河包有多少錢 魚子醬 還有法國菜 很精緻 很漂亮 有時候我都說不出那樣是什麼 吃下去就吃小碟 吃了 對 發國菜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笑 碟子很大 那個東西很小 對 但是很有藝術感 有藝術感 我想也是結合當地藝術氣息 確實是 因為那次我是差點去到的 去歐洲開會 去德國荷蘭等等等地開會 但剛好那天下午真的要開會 有些隨團的不用開會 就去了法國吃了一頓 那我就為了研究 就沒有去到 但是我想即使我沒有去到 但是去看歐洲的一些古建築 或者吃其他德國菜 或者比利時菜 有些比你所說的很精緻的菜 你都會看到藝術性很強 對 還有這隻碟 例如我們吃 港式或粵式那種 當茶几 那隻碟 的目的 用意就是栽住食物 即是沒有其他 聖栽住食物 對 這是戲劇 但是法國菜的那隻碟 它不單止是碟 甚至是醬汁 它不是真的給你吃 有些只是在那邊 在那邊好像畫了一幅圖 我畢竟它也畢竟不到 我畢竟它也畢竟不到 其實不是吃的 只是用來看的 有時候我們在香港吃飯 很簡單指標 懂香味 其實飲食都不理這三樣 只不過是你如何發揮 如何發揮 法國菜 你畢竟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如果你介紹我們去吃 有哪些東西你真的不可以錯過 法國菜 鵝肝 我想剛才也說過 另外就是 我們有做過野味 野味 鴨 野鴨 另外就是 鵪鶲白鴿等等 都是 都是法國人喜歡吃的 都是好吃的 當然 因為歐洲法國的 邊區有 邊皮區有些樹林 他們有打獵的習慣 所以 所以 會將打獵的習慣 無論在農村 甚至在城市 都會有 一些季節吃 野味的 蜂族習慣 對 法國人 這方面 有點像 中國人 有的 他們什麼都吃 我意思是說 都是飲食的食材 很廣泛 很廣泛 你說鴨 我又記起 法國人處理鴨的做法 和中式的做法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譬如我們煮鴨 就是烤鴨 我們都是厲害的 我們可以做到皮 這麼脆 這麼好吃 但他們的焦點 是放在肉 譬如他們 要乘素 他們有說 是櫻桃的顏色 一方面就是烹調的成素 另一方面就是野味的種類 可能是比較漂亮 所以呈現出來 不是那麼血腥的顏色 是一些粉粉的 紅紅的顏色 切開的時候 就會很漂亮地 放在那個 很藝術地放在那個盤上 是的 還有法國菜 給我的感覺 就不是很大疊 不會說吃到很飽 好像不夠魚 剛剛沒有吃到 不夠魚 不夠魚之間 完了我自己的那碟 對 吃了一兩口就完了 還有 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菜式多 其實就是 由前菜 可能現在也是 現在吃東西 我也刻意不買那麼多 尤其是那些 即使是精緻菜 是 是 最初可能已經有一個 歡迎的小食 是 吃了一輪 吃完 可能我們叫湯 叫過湯 他們有麵包 當天坐下 就肚餓 就叫 這樣咬那個麵包 然後咬到麵包 咬到麵包 嘩好像爆爆地 就出事了 所以後來 可能有些朋友說 我冷的頭盤 我還熱的頭盤 可能是 然後喝湯 然後再吃這個主菜 然後再有芝士 再有甜品 量少都可以吃完 還有剛才你說的 也有很多 即是步驟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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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 分段 那 有沒有規定 多少碟菜是最傳統的 又或者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我們看 無論酒店或西餐廳 都不太看到有傳統的 因為 我想 一來就是價錢問題 二來就是 食肆如何安排 當然 你的自由度 是在食客那裡 我也有聽過 有些朋友說 我這個餐可能是五道菜的 他們覺得 哇 很想吃 中間多放一道 又可以 沒有所謂 給錢 所以 是很自由的 你說到松露也是 他們很喜歡用一些很珍貴的食材 是 是 松露 鵝肝 譬如魚子醬 其實都是 一些很 算是 在食材當中 是很貴價的 可以很貴價的 還有 如果你說法國 我另外想到的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去 小時候 去法國旅行 那就是 法國的麵包 硬到 吃到口都流血 對 慘口 真的一咬下去 真是刮損裡面 真的 我也有試過 想著吃麵包 發麵 我在歐洲吃 一咬下去 嘩 第一下就是牙崩 第二下就是 慘了牙肉 真的不知道他想我怎樣吃它 因為他們 歐洲的麵包 有時候 會放好幾天 甚至放一個星期 所以 可能他們都吃慣了 唇麥 或者放得久的麵包 我們 香港 吃的可能就是 港式 英式 甚至現在 有更加多的日式 都是相對比較 軟 還有我們 始終 交通方便 是 我們交通方便 譬如你最軟 像蕭博士一樣 屯門 偶味 你要去柴灣 小西灣 兩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 怎樣都去到 或者 你要買個包 吃很容易 但是 外國有些地區 是比較軟的 是 他住 可能向郊 或者開車出來 可能真的要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他就一次過買一堆食物 所以麵包 沒有所謂 總之吃得就可以了 所以飲食文化 的確每個地方 都有很多不同 沒錯 法國菜是 吃過 但絕對不會經常吃 對我來說 在香港 我就想經常吃 但我 荷包不容許我經常吃 因為香港是貴的 是貴的 而且 的確是 如果你想吃 質素比較好一點 都要花費一定的金錢 對 如果萬一真的去吃 就不要浪費了那個機會 一定要吃一些 他們拿手的食物 特色食物 還有什麼特色食物 特色食物 例如法國 我小時候也常常聽到的是 田螺 對 法國田螺 我記得小時候去一間 港式的 不是茶餐廳 而是餐廳 暗得很交關 那些沙發 好像梅與不梅之間 但很深色 桌布 有陣味 有陣味 但有很多人排隊 他們那些 扒餐 會有個前菜是 法國田螺 對 我小時候第一次接觸就是那些 很多油 很焦 很熱 然後有個盆 有些是盡量模仿的 有些有個鐵盆 有四個孔 剛剛就傷了田螺的殼 和肉 對 旁邊有些樹蓉 對 有時候焗的時候有麵包糠 例如我吃那些香港式的餐廳 和真正法國菜的吃田螺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當然 無以真 那些都是真的 是這樣的 只不過有時候 他用的食材比較好 另外就是 那些油 我看到很多油 那些油會比較好 還有調味會比較好 還有我印象很深 就是夾田螺的夾子 那個夾子是很巧妙地 一個交叉 按進去 他就打開放手 然後夾起來 跟我們平時用夾的原理 完全相反 對 所以每次都有一種 要想清楚 是怎樣才夾著它 當然你是用力 還是不應該用力 還有夾了那些東西 不代表你撕了那些東西出來 沒錯 因為它那個不太緊 有時候有一些餐廳 我放了手夾 但是我放了手也不太緊 我拿一個叉子打下去 它掉了 飛走了 那都是一些 真的讓你說 一些我們的兒時回憶 可以這樣說 你以為你沒有吃過嗎 但其實有些菜式 其他菜系也是 你吃了 但你不知道 原來它是來自法國菜 或者其他菜系 那法國田螺 你又覺得味道如何 我可能 我有時都怕 是不是我不懂得欣賞 還是我未吃到 真是很好味的法國田螺 是 我不覺得它難吃 當然 但是未去到 嘩 那些這樣 我吃法國田螺 真的不太吃到好吃 在香港 可能香港 大家 我經常逛街市 或者逛市場 去到一些大事大事 例如聖誕節 有些朋友會吃西餐 是 你也看到一些冰櫃 冷藏櫃 有田 有殼 有殼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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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汁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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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西餐廳 我們很多時候吃都是這種 也是 都是雪好 所以 啤梨 可以說得對 吃起來好像 又好像不是 想像中那麼出名 對 你說法國田螺 吃田螺很棒 很珍貴 因為我吃了都差不多 又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可能就是你所說的 根本上全部都是同一批貨都不頂 是啊 它都煮好了 都煮好了味道 因為入新鮮貨是相對貴和難 鵝肝 比如鵝肝 魚子醬 飛機運過來 都常常會出現 所以即使你烹調方法 差一點 都是那個味道 但是它煮好了 再運過來 就是兩回事 除了田螺 還有什麼好東西呢 除了田螺 其實是法國吃的 搞錯了 搞錯了 原來真的會吃法國鵝肝 真的會吃法國鵝肝 真的會吃 但當時我沒有見過 我沒有吃過 香港我真的沒有吃過 我在台灣有吃過鵝肝肝 是啊 把一些不乾淨的東西淨化了一下 鵝牛炒、煮等等 我沒有去到法國 但是在台灣有一次有吃過鵝牛 在街邊小炒 沒了殼? 沒了殼 街邊小炒 跟長輩吃飯 長輩說不知什麼 吃下去就像軟骨一樣 不是田螺的質感 不是,田螺是軟的 吃下去 台灣的鵝牛是沒有製過的 可能在某些地方抓你 很肉的 旁邊有鵝牛 那個花草 吃下去就像一片 每一隻有一片軟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鵝牛是軟體動物 熟了之後就有軟骨狀的東西 吃下去也不是太怪 味道不太怪 因為用九成塔、香料、醬油 都是炒的 三杯雞的狀況去煮 下去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本身也沒有什麼味道 不像雞肉、牛肉、豬肉 你吃到這個雞 味道比較輕 吃完後長輩說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蕭博士是做飲食的 想嚇一嚇我 但就嚇不到 蕭博士是什麼都放進口吃 吃了才算 即是法國鵝牛、法國田螺 真的能夠表現到法國人 他們什麼都想想怎樣烹調食材 什麼都放進口吃 什麼都放進口吃 還有我那次去歐洲其中一個城市 我不記得 應該是德國的市中心 有吃過田雞 真的在法國田雞 真的會吃 用油、香料去煎 煎了之後 好吃的,真的好吃 譬如我們中國人處理田雞 就分枝了 分枝 他們也是分枝 如果不分枝會嚇到我 它是比比 兩隻 兩三隻是比比 組成 都是精緻的 又是那些 吃了 吃了 吃了鮮味 真的鮮味 大家不難理解 我們田雞粥也是這樣吃 都是鮮味的 有些人都不吃田雞 但我也可以 有些人都不吃 吃的時候就要注意 洗乾淨 肉是鮮味的 法國菜很特別 好像在看藝術品 法國菜是 蕭博士 和很多其他 香港人覺得的西餐 都類近 他們會分一碗碗湯給你 自己吃自己的 一碟一碟 大鍋飯一起吃 是比較少的 大鍋飯一起吃是比較少的 不過 譬如一些 大鍋的燉肉 或者燉湯 它都會一碟 推出來 舀在你的碗裡 不過這個外國做法 我記得我試過 不知為什麼 我那次去澳門 吃法國菜 有幾間做得不錯 澳門是吃法國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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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出色的 所以你說那些 鴨 血 鴨 血鴨 血鴨 用來煮汁 挺好吃的 好吃的 名字好像很害怕 但吃下去挺好吃的 其實很害怕 只是一條方法 我們吃血製品 不少的 譬如我們吃豬紅 傳統有些朋友吃雞紅 又或者現在年輕一代 吃火鍋 吃火鍋 就吃鴨血 其實都是血製品 很普遍的 所以 我的東西也不太覺得奇怪 麻辣火鍋 也經常都有 對 只不過是 血鴨的烹調技巧 是複雜的 因為他煮完鴨肉 可能是煮菜式 或者煨飯 另外就是 鴨的血在哪裡 就是那些殼 還有那些壓炸機 最傳統的不是電動 真的 放些鴨 放些鴨 然後上面有東西 人手去捲 用壓力去炸成一些血的汁 然後再煮 這樣 所以吃到一些很原始的鴨味 通常吃法國菜 一定要留下肚子吃甜品 留不留是很難說的 我不是想留的 因為他小小碟 不然他的主菜餅 可能也頂到飽了 頂到飽了 不過有些朋友也是 甜品在另一個位置 所以他們也不需要留 還有我以前會覺得 吃西餐也很麻煩 一碟一碟慢慢上 但是現在人大了 吃西餐也有一個好 因為他慢慢來 不要令我這麼餵食的人 一次過沖進去 也是的 分段 會懂得飽 懂得飽 去到尾聲 我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但等於是去喝 去喝你會懂得飽 其實慢慢上 慢慢上 現在很未必 現在很急 現在是你的魚豬還未吃完 很刺 現在正在夾著 放進口裡 是不是幫你收了 吃完了 對 或是你在吃一條菜 分給你 阿仔 去到尾聲吃甜品 發覺甜品有什麼出名 發覺甜品有什麼出名 發覺甜品就是發色燉蛋 很棒 我第一次接觸都是在餐廳接觸 你會做的 有幫忙做的 很喜歡吃的 對 挺好吃的 簡單的 現在超市有開粉 開粉 另外就是 自己做的可能是 真的用雲尼拉豆甲 用忌廉煮 然後用蛋混和 放進去燉 燉完 面上灑糖 燒熱 然後脆皮 真的很像我們的華人食品 像的 我們會有燉蛋燉奶 我們燉蛋燉奶 只不過是加糖 而他們會加雲尼拉豆甲 即是香料 當然沒有那麼麻煩 可能會加雲尼拉香油 也有那種味道 但味道比較假 有一點點 法國燉蛋 表面都是精髓 對 鏡面 脆面 敲下去是脆的 成功 敲下去軟的 不成功 也有試過吃下去 外面是不脆的 是 出水 我很喜歡去一間酒店 金鐘頭的 是 它的Creme Ballet 很好吃 我現在想起又想吃 想知道哪間酒店 但我告訴你 我一定要去吃 很開心 的確是 還有飲食又有儀式感 現在飲食是儀式感很重要的 用筷子來撐一下 對 撐一下它 然後撐一下 又是甜品很重要 例如剛才 是故意留肚吃 是 重要的 因為甜品有時候 是我們一餐裡的 最後 有時候 那個句子 或者那一餐 是否能夠畫上 完美句號 很影響 有很多次吃完 前面很好吃 後面那個甜品 嘩 那句號就不完美了 哎呀 真的很影響 除了這個法式燉蛋 還有什麼呢 蘇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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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工序 即是蛋 蛋白蛋黃分開打 藥乾給你混 有吃醇味就添加糖 不吃醇味 現在都很多味 朱古力抹茶 紫薯 除你什麼味 你就自己混 我試過吃過 有些地方做的蘇芙莉 真的好像空氣一樣 是這樣的 也試過有些蘇芙莉 好像蛋糕一樣 很飽的 其實是空氣這樣就對 空氣這樣就對 空氣這樣就對 但蛋糕那種 已經有些 有點像港式的 對 有點像港式 但是 吃法 個人喜好 我喜歡空氣 空氣那種 一陣風 一陣風 感覺比較像甜品 對 有些比較有質感 類似蛋糕之間 我覺得蛋糕又沒有什麼特別 普通的紙薯蛋糕 當然軟一點 空氣一點 但又不是 不是吃到特色甜品最原本的形態 對 真正的蘇芙莉 應該都不需要很大碟 不需要的 剛才我說的那些 類似編了港式的 很大碟 我知道 在某間餐廳 在某間餐廳 很大碟 那是豉油西餐 是什麼 豉油西餐 但是那個賣點是賣大的 是 賣震撼的 是 是 賣震撼的 很震撼 拍照 不一樣的 啊 蘇芙莉 還有呢 小小的 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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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近年 不是近年 都流行了好一段時間 是啊 有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可能那些女生 沒有那麼大忍去打卡 或者 是 最初 有一陣子 我記得 十年八年前 每個人都去那些 馬卡龍專門店買 或者回去吃 都很貴 有一個著名女人排 來了香港 對 所以 顏色是漂亮的 店鋪很精緻 那顆東西又小顆 小顆的 但是 那個糖是真的多到 都不知道 他放了多少 一吃每一口 嘩 甜到 好甜 我猜真的要送茶 真的要 這個跟我們某些雜數說 羊羹的時候 有點像 就是 你吃下去 就這樣吃 嘩 好甜 但羊羹可能配抹茶 而西式的馬卡龍 可能配英式茶 或法國不同的茶類 咖啡 對 所以 我覺得法國餐 都是很享受 都是正的 有機會要試一下 肖博士做的 那些 一定有機會 那集時間夠 多謝肖博士 多謝 拜拜